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苹果有果粉 然后小米有米粉 台湾你好好粉 所以我们就要把台湾你好的粉丝叫好粉怎么样 我是幼粉 我有幼子 喜欢幼子的都叫幼粉好了 那喜欢我的叫什么 蓝粉 好 那今天呢其实呢 蛮很开心 因为呢下礼拜 就是中秋节 下礼拜四就是中秋节 就可以连放四天这样 真的心情非常非常开心 有人可能没办法连放四天 真的吗 是谁 有人可能要排班啊 辛苦你们了 大家辛苦了 对 那今天呢一样呢 在小编快报的开始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报一下 有什么中秋节 这段时间就是有趣的活动 是那么呢 在本周末呢 其实就有两个非常大的活动要登场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日月坛的万人永度 对因为其实日月坛的万人永度呢 我看的资料一下是民国七十二年就开始 哇我都还没出生 对所以其实已经将近了快四十年的历史了耶 对会不会有人从十岁游到五十岁 还在游这么厉害 那万人永度的时间呢是九月二十七号 那么在日月坛的就是 伊达少马口 你去过日月坛吗 我有去 我有去吃那边有个阿婆的茶叶丹 嗯 哦原来那边的名产是阿婆茶叶丹 应该还有啊 因为我刚刚跟阿婆铁丹有点搞混了 哦 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是要坐船 它那边有船可以坐 然后会到一个对岸上面 应该也不是 其实开车应该也可以到啦 但是你坐船就等于是从日月坛船过去这样 因为我去日月坛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三年前 那那个时候呢 刚好就是 路客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我就有享受到整个日月坛 非常敬意的景色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那你现在再去应该 哦没有现在 暴富兴旅游 哦对我觉得人应该蛮多的 去哪里人都很多 那还有什么活动 再来是在大鹏湾 有一个帆船生活节 哦 所以如果真的要看帆船生活节的话 要驱车前往 屏东的大鹏湾呢 对 就我们一个是在 南投的日月坛 一个是在屏东的大鹏湾 是是是 对 然后它是会有帆船 好像有比赛这样 哦有比赛啊 对它会有帆船赛 然后你也可以体验滑渡木舟啊 然后探访红树林实地 就是它是一个一系列的活动 了解 可是大鹏湾在我的印象中 应该是赛车场才对 已经关起来了 已经关起来了 已经收掉了 真的喔 我的印象挺多在 例如说2000年把我猜 对 好那因为下礼拜四呢 就是中秋节了 那么中秋节呢 我觉得不免俗呢 会有一些就是台湾在地的习俗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例如说大家一定想得到的就是 吃月饼 你今年吃到月饼了吗 有 今年有吃到月饼了 对我觉得我今年真的算 蛮圆满的 这么说 因为呢我吃到了月饼 而且呢我也吃到了柚子 对那月饼的部分呢 我很lucky 我吃到了小攀凤梨酥 很有名耶 那月饼的部分呢 刚好有朋友事先帮我买了 52家的蛋黄酥 哇 所以等于说 最有名的这两个饼铺呢 我都有吃到了 难怪觉得你这几天看起来变肿 对我真的肿蛮多的 我镜头前看得出来吧 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了 就是吃月饼啦 吃柚子之外呢 还有不是吃你 你手边刚好有一颗柚子 对我刚好有一颗柚子 而且它很香 我一直闻到它的味道 对因为其实我们 八月份去环岛的时候呢 有蛮多的粉丝朋友 都有送给我们柚子 大家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柚子 对 你吃柚子了吗 吃了 你吃了 基本上我几乎每天呢 我都会吃 照三餐吃 没有啦 大概会吃半颗左右 对而且呢 我是徒手剥柚子 哇 对我就会拿刀子 在那个柚子皮上面呢 割一个 割破小洞 然后把这样剥开来 嗯 对然后呢我就问隔壁的说 哎你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吃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一次呢 粉丝朋友们送的柚子 其实非常非常的可口 鲜甜 所以呢真的在我们的隔壁座位的就是同事呢 大包口 对都觉得非常的甜 非常的多汁 但是后来呢我去查了资料 我发现有蛮多人不能吃柚子 为什么 例如说 我先一下我的资料一下 你说第一个就是 你有胃食道逆流毛病呢 我有 我也有 对或者是说你在减肥的人 嗯 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柚子是水果 所以应该有助于减肥吧 有助于消化 的确啦柚子的确有富含蛮多维生素C的 嗯 可是呢他只要两三片的柚子呢 大概就有 就有 60大卡 哦 热量很高耶 对 所以呢你只要吃一颗柚子 等同于你吃大概快两碗白饭了 哦那我可以吃啊 哦对 你其实希望你可以多吃一点点 然后减肥的人之外 第二个呢就是你有在服药的人 哦才是不能跟某些药一起吃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例如说维生素C的商品啊 他或者是葡萄柚的产品 他的确不能跟药一起吃 对 对所以他会降低那个药效 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有在服药呢 麻烦你Google一下 好不好 或是问一下医生 对能不能够吃柚子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体质虚寒的人 嗯 例如说我都会自称我是那虎小龙女 因为我每天都吃在寒冰床上面 这样子 对我的体质真的比较虚寒 我也蛮怕冷的 嗯 所以呢如果你体质虚寒的话呢 吃柚子的话真的也很容易造成你的 例如说消化不良或者是腹泻 然后呢还有就是 嗯 长期喝咖啡 我觉得这个蛮妙的 嗯 对如果说你长期有在摄取咖啡因的话 那你吃柚子呢 会让你的体内的咖啡因 比较不容易排出体外 你的体内就会堆积了很多 一堆咖啡因 一堆咖啡因 那对身体也比较不好 例如说你会尝心剂啦 嗯 或者是你会造成一些比较 呃 不好的身体的反应 嗯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吃柚子的话呢 麻烦你 要注意 就是我觉得过有跟不及都不好 就不要吃太多 的确 那其实呢除了例如说像是 台湾对于中秋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之外 其实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都有中秋节的活动 例如说在 哪里 中国我们的隔壁 中国对 中国呢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 呃 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叫烧塔 哪个塔啊 就是那个烧塔 就是烧一种就是 其实我也不太晓得 就叫烧塔 嗯 在江西的部分 哦 他们说他们在江西或是朝上会烧塔 而且呢会把塔呢烧的通红 我想说是不是放火去烧房子的意思 哦 我就想那个塔是什么塔 对啊 所以如果说你知道 烧塔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好的 对 那除了说中国有烧塔之外呢 新加坡也会 例如说庆祝中秋节 嗯 那他们也是有万有千人薄饼的 中秋晚会的活动 哦 对那么除了说 中国啦还有新加坡之外 还有哪里 哦 我知道其实在台湾 我们金门 他也有一个中秋薄状元饼的活动 哦 我记得之前好像在前几集 对 Judy跟小妮有讲过 对对对对对 很特别 而且他们是纸骰子 欸就跟新加坡的薄饼一样 嗯 嗯对 那其他的国家呢 其他的国家 我看还有韩国好像也有 对 因为我之前看韩剧啊 他们好像真的在中秋节 他们也会过 对啊 他们也会过中秋节 他们会吃东西 还蛮有趣的 那韩国也会过中秋节 那日本的部分呢 日本其实也会过中秋节 但是呢 日本的话比较特殊一点点 他们感觉 比较不会那么重视中秋节 但是呢 他们很妙 会赏月 对他们会赏月 而且呢他们会在自己的门口放艾草 哦 对给我们的童午节很像放艾草 Why 住日本的朋友 你们可以留言一下 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放艾草好不好 嗯 那除了放艾草之外呢 他们也会说喝喝小酒啦 然后吃 团子 团子 那我今天呢还特别去问一下 会日文的朋友说 那日文的赏月怎么说 就是 怎么说 Zuqi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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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 对 所以他们会赏月之外呢 还会 还会吃 还会就是吃一个 Zuqimi的团子 叫做月见团子 还蛮有趣的 在日本的一个习俗的部分 对 那马来西亚的部分呢 马来西亚他们叫做花灯节 嗯 然后会在像比如说 比较多华人的地区 像槟城啊 然后他们就会 一样是赏月 吃月饼提这种 跟我们还蛮像的 对 然后另外还有我另外一个 就是比较常去的国家 叫泰国 泰国 也会过中秋节 嗯 然后呢就是 就是其他小编给我的资料 他们写说 泰国人过中秋节 会吃榴莲月饼 哦 好特别 是真的吗 所以榴莲月饼 真的是从泰国过来的嘛 这我真的没有很确定 那你会讲 中秋节的泰语吗 我有点忘记了 我回去练一下 好 我再跟大家分享 中秋节的泰文怎么讲 好的 没问题 还是先预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我讲也是 中秋节快乐 宝出去 冷的